居有云四集,老爹教土地泡自己女儿的本是,笑花师姐竟是以后的老婆。 居有云第四集更新了,有人说居有云的风格看起来有些像少年歌行,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你仔细留意过少年歌行第一季与居居有云的片为演织人员表,你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相同的人员。 根据网友爆料,居有云的制作组正是少年歌行第一季的制作组,由于跟中影年年发生了一些矛盾,所以少年歌行第一季制作组的大部分人员脱离中影年年成立了军艺新。 这里吐槽一句,怪不得少歌第二季拉胯了呢? 说回剧情,上一集在苏白依梦游的情节上花了大部分篇幅,展现了四位主角的武力值和关系定位,为剧情铺垫的意味也不少,比如为什么苏白依不睡觉。 为什么会失控然后功力不同平常,师姐要带谢雨林出差,师姐和君与剑的渊源,迪奇的江湖灿暗等,可以说剧情安排,调动观众胃口的功力非常纯属。 师姐的出场也真的好撒,属实是学宫的女神笑花了,也难怪这么多的学弟都崇拜,喜欢师姐呢。 苏白依变回正常之后还敢说师姐,着实是把众多师弟吓了一跳啊,苏白依绝对想不到以后师姐会和她来的姐弟恋,回头一给你翻就掌,就等着追西跑断退吧。 回忆完上集我们再看这集,第四集摆编自原作小说14-23张剧情,其中山剧人物离鬼,山剧苏白依逃跑又回来的剧情。 其中21张有关上林天宫的剧情可能放在后面了,以及本集标题天子垂首是一门武功,不出意外应该是在下一集出现,这门武功算是某牛逼武功极简版本所以比较重要。 至于这一集当中为何男主和女主为什么都知道那首歌,这里稍微给大家剧透一下,男主自然是师父卸看花交的。 而女主不单单是女主母亲交的,这里女主母亲和男主师父是夫妻,女主是男主师父的女儿,所以实际上是老爹在叫徒弟泡自己女儿的本事。 总的来说这集的打戏非常完美,苏白依和封佐军的对决中,苏白依一脸淡定,封佐军明显招架不住。 谢雨林出场之后跟封佐军调侃一番,也是云淡风轻的样子,但后期认输之后的微表情也很符合人物设定,从视觉上就能看出建模处理得非常到位。 虽然均有云人物建模没有少年歌行精细和养眼,但是动起来,立刻就不一样了,大逗流畅度比少年好不少。 叙事节奏和人物塑造也更加舒服,关键是没有少哥那种多线叙事的混乱感,剧情还是挺紧凑的。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